对鼻子的印象都不错 大哥更是有了久违的心动的感觉 再看到大姐准备的饭菜 他觉得大姐挺重视自己的 心里就更踏实了 这菜还得炖一会儿 两个人就先坐下来聊聊 我也不会 快来坐下来来 来坐下来 那咱俩真行 你不过热呀 我最烦跳舞 我愿意溜着 山步 我爱溜 这俩人在一起 一天溜了河河的 愿意干啥 而且爱好还一样 那多好啊 因为这个人嘛 人品挺好的 也不出去玩 也不这么的 也不那么的 大姐也没啥别的爱好 就喜欢旅旅游 走走步 大哥呢 也和大姐一样 两个人的爱好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我说你这房子 现在是多少平米 90 90平米 就是呢 不小啊 就我自己买的 我是要的说 跟你俩挺自宏道合的 因为你做买卖 我也做买卖 就七年离婚以后 我精神出户 啥也没有 我问我说怎么办呢 我就这么得做的是板材生意 就这样的 做这板材生意 完了就是从小房 倒到大房 倒到大房 一点点 拱下来 一点点拱下来 如果上一个人 同楼都会 人家就不管 人家不像有的女人 你看人家都问他了 这才是大哥愿者 靠着自己的双手 在长春有了自己的家 这一点 让上大哥佩服 眼前这个要强的女人 大哥对大姐 哪里都挺满意的 但是啊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了解过 上大哥不想找一个 比自己小太多的伴儿 进屋之后 大哥就觉得 大姐岁数小 就主动问起了 大姐的年龄 那你今年今年六十几啊 属猴的 五六年生 我叫你大两岁 嗯对 你属 你属马哈 嗯 那你可不像 哈哈哈哈 我当时就我不跟你说 我去走的眼的时候 我说妈 这也不大五十岁 妈呀 哈哈哈哈 这不是我选的以内的 真的 我也没有 我跟你 我这是 就是我出心里往外说的啊 你们看就我瞅两眼 你们要我瞅一眼就行了 哈哈哈哈 我说 对啊 还差 还差两眼 我说小五百货呀 这哪有那么大岁 我呀 小时候我刚刚六三岁以内都不考 哎 像我们的岁数 差两岁 差五岁以内都不可能 完了 那两人就 就原本费夫妻 要不你表情 换了多少 哎 离心里得 太对了 全表情 我也这么想的 我也这么想的 哎 两人别离心里得了 哎 其实钱多少无所谓 其实吧 就是有一个温馨的小家 两个人有个伴啊 其实大哥的工资 在那个电视上 我也看到了 我也知道 但是我想啊 就是大哥那个钱不够 还有我呢 就是 哈哈哈哈 他就太好 放心吧 咱俩有来找到一起 那天我钱够花 好 这是正经研究 研究研究就是我要的是研究 跟我的想法一样 我可信 我高兴 他那句话我心里就敞了 你说小伯 我就说我们俩要走到一起 那些 我能说成的一样 在自己挣哪钱 给别人去吗 我没有啥负担 我就想 在干的啥 我挣哪钱 我一天一两 我就挣十万块钱 我心里就热 我愿意有事干 没事干我闹的 但是我不同意 这个岁数 那咱俩商量嘛 还说出去奔波 不用嘛 不用嘛 钱那个东友 还是这么说 多有多花 稍微少花 我今天特别高兴啊 对 我都控制不住了 真的啊 可信啊 太可信了 这是一个啥呢 这是一个拿钱 不是不为重点 没钱不为重 但是人家是知道 这个钱是怎么回事 人家看着是 我最喜欢这样的 大姐的年龄 符合了上大哥的心意 再加上 大姐不为了钱找老伴 让大哥佩服的同时 心里还有了感动的感觉 心情也越发的激动了 咱们把这个切了 洗 那我切 你切啊 来我切一手啊 我切这个行不行 行行行 没问题 今儿是不真心的吗 给这个未来的福音面前露一手 别提我啥都会 说什么呀 两个人吧 在一起做饭 他有趣的 还行 我觉得挺好的 挺有积极性的 挺有积极性的 就是往这个方面发展发展 一直能帮你干点 比如说家伙活啥的 也都能帮干点 我觉得能看出来 嗯 你师父妈妹呢 我今天过生日 哎呦 那我 是吗 我没订阅蛋糕 不要那个 咱出来不过生日 我呀 没话呀 你说今天那个日子 是不是太好了呀 这个切两菜 你才感觉大哥过生日 太小了 这好日子都赶到一起了 大哥借着这个喜庆劲啊 赶紧向大姐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回仇的我想 不咋会儿 别认我一想 哎呀 小五跟我一输啊 给我乐坏了 你没意见 我绝对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我一看我喜欢 因为我看你喜欢 我上赶子给那个电台打 给他们打的电话 然后娘打的电话 大哥的态度和对大姐的表白 也得到了李大姐的回应 尚大哥心里就更高兴了 赶紧主动积极地表示 要给大姐露一首 露饼不行 为我露啊 这是 还要是 我还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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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啊 我告诉你啊 我蛮小 生不开手 生不开手啊 这些牛叫井里自己 有运势不上 没事一会儿我 一会儿我整 你找个借口啊 平价都平价是好高啊 那还咋平价啊 平价价啊 平价价啊 这就给我面 那平价就给我面 这才是可惜的办理 人家看你啥事做的不可惜 人家不知声人家不批评 但过后我现在两人过来过后说 你看那天我就想告诉你 哎你心情是高兴的 是把咱还教育了 人家还非常得体的 玩转的 就是要不求功教育 其实啊上大哥还是挺擅长做命的 但是今天可能是因为紧张没有发挥好 大姐看了之后啊不但没有说上大哥 在别人面前还给大哥留足了面子 让大哥心里是一百个满意啊 大姐的态度也让大哥放松了下来 这饼也做的像样了起来 你看这饼 说着 啊擀面条 擀面条是还啊 给你擀一个面条吗 不擀你擀他还啥呀 有病还要擀面条啥呀 你今儿不过生日吗 应该是会来点的 感动 绝对地感动 这就是可心的心 这个多大的心 我这得心 得刻在心房里 看月牙楼出 笑尖尖 回约在那里 千年 每天活着 大姐的这碗生日面 可把大哥感动坏了 六多菜 一碗生日面 让大哥过了一个像样的生日 把鸡蛋得吃 太香了 太香了 今天不怎么的 吃啥啥得胃呀 多好啊 还得有个家 今天我是常常有家的感觉了 哪感觉 感觉是高兴 一心一意地想来对待你这个鞋子 我都按照吧 感恩 又表白了 觉得第几次表白了 我可心 我今天特别高兴 可心了 太可心了 给这个未来的副业面前露一手 一心一意地想来对待你这个鞋子 回首有相同 不找事 那你现在就是多表白 感恩 争得人的心 你啥不表白 完全是早事 只要他满意我就行 这是我的表态 我也对你挺满意的 觉得你这个尖的头发 就肩膀吧 能有哈哈的一个肩膀来靠 绝对是这样 我说你那为仇呢 这扎心里都应该 这也太行了 这才是要找的 我要告诉你啊 我是200%的同意 就雷达不动 只要你不想我 咱们两个就先出了 大简单 没问题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